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我为今天领受的经文所定的主要主题是 让过去成为过去 我们用问题询问法来看今天的章节有什么需要守诫命 就是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是得着了 已经是完全了 那么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 就是没有忘记背后 没有努力面前 更没有向着标杆直跑 那么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就是不要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这样子才能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 那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有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 我的想法是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 有一段耶稣行神迹的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旗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在靠近阳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 叫做壁士大 旁边躺着很多瞎眼的瘸腿的 还有血气枯干的病人 在那边等候池子的水洞 因为天使会按时下来搅动池子的水 那水洞之后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就都可以痊愈 那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洞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要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在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得医治的病人 回答耶稣的时候 回答得十分奇妙 问你要不要痊愈 你就回答要或不要就好了 讲那么多借口干嘛 这位病人在过去的岁月里 用了同样的方式 等待别人把他放在池子里 但都没有如愿 因为正要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他先下去 因此他38年来 仍旧无法得到医治 但他所想的 却不是找其他的方法 而是仍旧还在池子里 旁边等待协助 同样的方法 用了数十年 都无效 毫不意外的 得到的就是同样的结果 所以这位病人 维持同样的情况 不是刚好而已吗 所以若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自认为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因此就停止 竭力追求了 不就如同这个病人一样 仍然在等候别人的协助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应许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是你让我们可以不灰心 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因为你是那叫死人复活 史无变为有的神 愿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感谢赞美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